来吧新玩具 今天我们来玩插射重图的这一款加速器的赛道版本 从峰会上看 这一回的一个赛车涂装样式就非常的漂亮了 按打开盒子 你会发现纸品里边有贴纸和贴纸的指示说明 所谓这些赛车上边的一些名文啦什么的 都是你得自行贴纸贴上去的 它出厂并没有印刷 中英文双语的说明书 指示还是比较详细的 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 以及和原版相同的配件组 其实在人形状态下 这一款的特色部分展现的并不是很完美啊 所以呢老玩具的重图 我们直接来快速的变形吧 首先拳头 把大拇指和四个指头都跟这么叠起来 旋转180度 滑道推进去 翅膀这里折叠打开 注意前方的角落位置 折叠到一定幅度以后 把这个脚也往开边下 车门打开 从后方这里有一个靠背 往外推 往下放 然后胳膊肘 进行一个双关节的折叠提上来 背包拆开的时候 然后注意腰部后方的卡子 这里揪松 然后往下摆 滑过这个凹槽 挡风玻璃 往开拉一点点 胸部下方 这里连接的卡槽 就可以折开了 同时我们把头部向上翘90度 这块面板整体的翻折过来 为了让它更服贴呢 我建议把脑袋再转个180度 因为这样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也让这块面板贴合的更加的严实一点点 腰部这里 座位的两个零件 我们先捣出来 方向盘折叠到驾驶室里边 然后腰两侧缩窄 上面的这块盖板收回去 脚丫子 脚后跟折叠过来 前脚尖往上折一点点角度 然后再贴合 小腿 整个把里边的零件都抠出来 这块面板收好 注意这个地方 打开 这里提起来 再把这个面板折进去 收起来很多的挡肉位置 脚踝中间的这个小板子再折叠进去 打开 好 腿部180度翻折 然后顺着脚丫子的一个关节走向 把这一块贴过来 后屁股这里 咬合 挂上去 两条腿全部团起来之后 注意看中间的这个座位边缘的零件 把它贴过来 现在就可以把胳膊往回收纳 注意这里边的关节走向 往里贴 贴 刚才我们翻折腰部这里的一个拼合零件 主要是靠着座位的地方 把这个卡子定上去 小臂收纳到裙甲的边缘里边 然后把轮胎从前方的胸甲里旋转出来 这样我们从正面看的时候 车的座位这里才可以拼得整齐 接着这两片带有合金零件的地方 往上拼合 翅膀在往回收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边缘往上翘一点点 腾开这个倒角的走向 往回收 贴在车底 最后往下落车顶之前 检查一下这里边腰部 刚才我们折叠进去的那两个小三角 有没有卡住边缘 尽量的往外再贴合一点点 和座位靠齐 落下来之后 把顶子上面的插扣固定 前方这里挡风玻璃的插扣固定 最后车门盖回来 非常漂亮的赛车就变形完成了 所谓赛道吧 身上有了很多赛车的贴纸以后 细节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看 怎么赛车出场的时候还会有质检员检验呢 QC标志这块我忘丝了 不过加一个感觉细节更丰富吧 非常漂亮的一辆赛车 那么得嘞 超射出品的一色版本赛道版加速就是这样了 对不起